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色狼 还锁定国小的女学生 这名嫌犯撑着雨伞 在台北市找下手的目标 而当时看到一名小学二年级的女生 她就自称是老师 说要带她去学校 接着把人带到附近的连锁咖啡厅厕所 企图要性骚扰 所信女童抵抗陈沟逃离现场 而家长知道之后也赶紧报案 让警方可以在三个小时之内 成功抓到人 撑着黄色雨伞男子走在马路上探头探 暗闹寻找下手目标 被害的竟然是小二女学生 女童上学必经之路走到这里 遇上色狼 嫌犯谎称是老师要带她去学校 没想到却把人带进连锁咖啡厅厕所 企图性骚扰 女童发现不对劲奋力抵抗 推开门还好顺利逃开 一直到放学回家才告诉爸妈 早上发生什么事 吓得赶紧报警 金船学校附近有色狼出没 其他家长甚至怕到不敢让小孩 单独上下学 家长担忧全写在脸上 校方也与辖区警方合作 加强校园周边巡逻 小朋友现在目前很稳定 我们也跟我们的家长会 这边也做报告 让家长们可以放心 不要恐慌 让孩子能够去疏解压力 否则的话 第一个他未来会影响到 他的所谓的社会 跟人的往来 另外一个他也会对于人计的时候 有一些过度恐慌 家长报案后 警方三小时内逮到嫌犯 不过他说辞反复 原本坦承犯心事后又改口说忘记了 经过征讯 嫌犯已经被依性骚扰罪嫌 寒送法办 记者王翔斑忙忘假台北报道 去年一位